原标题 提升舰船行业电子信息体系化中船重工第八研究院接牌 新华社南京12月18日电 记者张权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电子信息与对抗研究院第八研究院18日在南京正式接牌 标志着中船重工电子信息百块 整合取得重要进展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网络舰船行业电子信息体系化和新竞争力 第八研究院由中船重工所属723所 724所重组整合而成 首创性地将雷达探测的毛与电子对抗的顿同时并与 据介绍 两所整合启动于2017年初 在强强联合的基础上统筹优势资源 发挥规模效应 快速形成信息探测与干扰 对抗融合发展工坊一体的海洋信息电子装备研制主体有利于提升中船重工在海洋信息电子领域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 据介织介绍 第八研究院将坚持以军为本 军民融合 军品围绕雷达探测 电子对抗信息对抗体系三大专业 重点发展六大领域军工电子信息装备 建设中国电子信息与对抗领先科技研究院 民品重点发展智慧电子信息及配套工程智能高端装备工程新材料与食品包装工程医疗器械环保工程五大产业 同时 第八研究院将构建海洋信息电子与对抗产业资本运作平台 以整合后的规模化优质产业汇集资本 以资本促进产业进一步发展 不断拓展海洋信息电子领域产业布局 提升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能力 据介绍 中传重工将推动电子信息板块整合发展 作为推动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目前 中传重工信息电子技术研发和装备产业 涉及十余家科研院所及多家企业